大家好,我是你的印度朋友 今天在这个视频,我将说明你们对一个印度教的神称经文叫格鲁勒布兰娜 格鲁勒布兰娜的作者叫Vyasa 他也马哈巴达的作者 Vishnu是印度教的一个神 他对他的追随者叫格鲁勒 说的词是格鲁勒布兰娜里面的内容 格鲁勒布兰娜教导我们对生活方式 以及正义和道德道路 阅读格鲁勒布兰娜给我们对生活不同的看法 格鲁勒布兰娜也推我们向友谊的道路 格鲁勒布兰娜有来世和死亡的秘密 在印度在各地地方使用格鲁勒布兰娜 藏理时候祭祀阅读格鲁勒布兰娜 总的来说人们害怕阅读他因为他们觉得阅读格鲁勒布兰娜不吉利 这个经文有地狱的描述 而且地狱的王叫亚马对罪人给的惩罚 印度教非常非常清楚地狱的存在 根据印度教存在21或者23种地狱 亚马的仆人看守地狱 人和欢乐无法进入地狱 地狱是剧烈和疼痛地方 地狱的位于是物理南极的星体地方 来到地狱后 罪人获得一个微妙物质的身体 这个身体是他们生活时候身体的复制品 这个身体没有死亡 但是这个身体可以遭受在地狱的惩罚 由罪人做的罪恶 他们累积惩罚 每个罪人应该遭受这个惩罚 地狱的惩罚不是永恒的 地狱的惩罚的目标是改造性和 教育性 灵魂重生后 不记得地狱的惩罚 以及天堂的欢乐 但是永恒的是两性 一个人做犯罪 诱惑以前的恐惧是两性 地狱的惩罚后 灵魂减化以后重生 重生后 灵魂的良心变敏锐 如果重生后 灵魂再做罪 他死亡后 再来抵御 进化以后 他的良心变敏锐 我觉得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你们想看这样的视频 关注我 而且点赞这个视频